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今天是刘伟华大师说谷挂呼瓷器 第231集 也就是第231讲 今天给各位介绍的这一点大家伙 大家伙是属于 永乐瓷器 永乐的青花瓷 永乐青花瓷各位 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天球瓶 跟我们眼前的这一件 跟天球瓶也很像 相同规格的 这么一个大扁瓶 大扁瓶 天球瓶跟扁瓶记得 这都是模仿西亚 就是伊斯兰文化的静音器 所制造出来的 应该说是三样大家伙 一个是天球瓶 一个是我们眼前这个扁瓶 大扁瓶 还有一个是大扁瓶 这都是三样 当模仿西亚伊斯兰的经营器 不止这三样 这三件作为代表 这三件都是大家伙 一个是天球瓶 圆咕隆咚的 有画龙纹的 也有画花卉的 它是以龙纹的为有名 我们这件也是大扁瓶 也是龙纹的 还有那个大扁湖上面 也有画龙纹的 也有画花卉的 还有那个海水浪花的 那有的人的分法 两岸故宫分法不一样 大墓 我们是照北京故宫的分法来说 这种称为大扁瓶 那种带盖子的 趴在那边的 一边没有钥的 那我们就称为虎 下面有个凹孔 那个凹孔是金银器上的时候 那时候来什么 堵根棍子 它实用器 它可以倒里面它的一些 不管酒啊 或者是水啊 一般来说是 白酒的可能性大一点 因为白水它用不到 这么高级的东西 这三样东西 而这三样东西 在两岸故宫 只要扮明出青花池 不管永乐宣德的 尤其是永乐的展览 必定展出的 我讲的 你可以去查证 两岸青花池 北京故宫很多年前办过 办完了之后 他们还出了一本 叫做明珠青花池的书 我觉得那书不错 我那时候一试进了好几册 好几册 还上下两大册 跟宝昌主编的 杨金荣那些 那三位 跟陈瑞明 他们那三位是副主编 所以呢 那是之前 那这三年 大概三年前嘛 好像2017年 我们台北共办了个永乐 事与新的展览 事与新 范围更明确了 明出青花时代 跨越了三个朝代 我说的那两本剧 那两本书册 它是半漫展览的时候 出了那两本书 庚宝昌 挂主编 但北京出版社出的 什么印刷北京出版社 全都是北京故宫 那是 我不记得哪一年了 好些年了 那最近呢 就是三年前了 2017年 台北故宫办的 因为北京故宫办的还包括 宏武 永乐跟宣德 他说 所以叫做明出青花时 台北故宫办的 事与新 什么事与新呢 杰树仪然 盛世与新 这是永乐大帝 就是永乐皇帝 对慈器的一个评价 杰树仪然 盛世与新 他爱慈器胜过于他的爱欲 曾经他一个西北地方的一个藩国 进贡他一个玉碗 很漂亮的玉碗 那边产玉啊 就他居然把玉碗 原本不能退回去 他说我内府中有 不用了 谢谢你 而且还加上了一些赏赐 给对方 可见得 他爱慈器胜过于爱欲 这是我的观察 所以呢 台北故宫呢 在2017年呢 盛世与新 盛世与新 盛世与新的展览 就完全讲究了 永乐的事情 所以各位可以反逐 虽然他展览办完了 我看那个谁 带众人的那个什么 国高档案有时候 还会重播 或者网络上 你也可以找到一些 重播的资料 或者一些 网络上的一些 书面资料或者照片 我觉得那是 具有代表性 而当时 一个大家 很多人去看 很多名家 包括香港的大收厂家 那个 张忠燮 张忠燮大收厂家 好像已经有90 90来岁了 他是大 他是什么 世界级的大收厂家 他都到现场去看 现场最大的 五个家伙 就是 其中 有我们眼前的 有我们眼前的这么一件 有天球瓶 有龙蚊的 有花蚊的天球瓶 还有那种大扁瓶 有龙蚊的 花蚊的 还有一件 大扁瓶 我刚刚讲的 那立不起来的 他是要坐架子才立起来的 一面有佑 一面没有佑 长得像乌龟一样的 那个形状的 那是根据进行起来 他摆了这五个戒 所以那时候 听说张忠燮在现场 很感动很激动 站在五个大家伙前面 好像拍了不少照片 而且还要做事 做那个动作 打电话给永乐大帝 就摆那个pose 他到哪里 一定有记者跟着 他要打给永乐大帝 跟永乐大帝说 这五件大家伙要不要拍卖 要拍卖的话 我可以介绍 苏富比的那个大光头 就是什么亚洲区的主席 丑博士 他祖父就是很有名的 那个丑言之 当然他是看着像外国人 有点像英国人 因为他是混血 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什么智芬的 那个加世德的 也是亚洲区的主管 应该说瓷器部门的主管 曾智芬 我可以介绍他们给永乐大帝 给您认识 而且 你要是说 想要拍卖的话 保证这五件里面 每一件都会拍卖到上亿的价钱 这是张中介 开玩笑 跟记者开玩笑 记者帮他拍了个照片 当时 当时做了这样的一个记录 蛮幽默 因为老先生 九十多岁了 能够有这样的风趣 而且 他一辈子收藏东西 而且是以瓷器为主 他是世界级的 维格纳收藏家 他讲的话 应该不会乱讲 绝对是的 这种身价都有相当的身价 至于多少钱 你去问他 我们从这些小故事 还有展览 赤裸裸的展览在大家眼前 你就可以去比较 你就可以去看 你实际上 你去上网去收 像这样的瓶子 私人收藏的 还不是那么的多 我讲的私人收藏 能够上到台面 还真是不多 但私人收藏有啊 有的卖 连路边摊也有 但那个东西不一样 那不能看 那不能看 从这样的一个瓷器 我跟你讲 你要缝不是那么好缝 第一个他要气型 气型就可以打掉一大半 尤其他那个颈部 口音到颈部这一段 再加上溜尖这一段 大概十有七八 甲段就可以抽掉了 再剩下的那百分之二十几 你就看看他的 他的文士 他的画工 基本上 其实不难间谨 其实我觉得永轩实际 没有他们讲的这么难间谨 只是你敢不敢断而已 敢不敢去认定 因为你一讲了之后 因为他身价高 一般的人就是闭的眼睛就说假 为什么闭的眼睛就说假 真的不可能到你家 真的到你家 开个线 你知道一借多少钱 就不能够就事论事 而就是用一般的这种 这种方式 对我们也能够理解 所以一般的私人收藏家 除非你是像张宗宪他们那种大物 你是像我们那个什么大企业家的 动着上亿的钱 收来他们一箭吃气 或者一箭那个什么 那所谓的这个鱼缸 五彩鱼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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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盖罐 那要好几亿 更何况这个 所以 你要除了是那些人 极大户之外 一般人在一般人的手上 没有人敢帮你断 没有人敢帮你断 即便他帮你断 他也不能代表什么 就是私人收藏家 很辛苦的地方就是 他只能玩完那些不值钱的民谣 因为那个真假无碍于事 假的几千块 真的就几万块 充其量给你十万八万十来万 那 敢断的人一大堆 一天到晚就在那个骨头网那 看真 看心 看清房 看什么 你是真正拿到一个大家伙 一个逛摇气的一个大家伙 正统 所谓的高档的东西 像永圈瓷气 或者像成化瓷气 没有人敢帮你断 他即便断了一个 也不能当真 所以私人收藏人家辛苦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你要有长期持有的这种心理准备 马卫都说 他收藏二十年之不到就脱手的称不上收藏家 那只是做股东买卖 股东贩子 嘿嘿 这句话可以讲 其实我再把它加满 二十年都不止 我们的就收了二十年了 对不对 二十年一代的话 我觉得结果还要脸蛋 像那个邱炎之 一直到他孙子 这个外国人 孙子变成外国人 这个仇博士 而他自己本身也在 在苏富比里面做一个高级的主管 就像他们这种关系 他路边他们当初买的那一对 陈华豆采 鸡钢杯 一千块港币 买的还是一对 虽然一支就可以拍到两亿八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 因为第一个 时间过了几十年了 过了不止一代 中间隔了两代 第二个 他孙子也是吃得好饭 他孙子也懂 所以各位收藏家 我确认各位 你要传承下去的话 而且你还要把你孙子教会 我开玩笑 我这个孙子 我为什么要录这些 有时候 我以后可不可以看 我就是录给你看的 你现在没有心 你让他看我讲的这个东西 可以 他看三分钟 另外的那个 要是给他十分钟的时间 另外的七分钟 他差不多都看他的动画去 去看他的动漫 这年龄 等他真的回过神来 他知道这段有价 好 好